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深圳方面则下跌达到了0.6% 同样由于美国和朝鲜的口炮 也就是嘴巴上的对峙 进一步升级 使得欧美股市在昨天晚上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欧洲方面向英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家最少的下跌0.6% 最多的达到了1.44%以上 美国也是一样 三大指数像道琼斯昨天是下跌超过200个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也分别下错1.5%以上 在其他方面 由于避险产品本身属性 黄金价格在昨天是一度达到了1290附近 而石油价格则下跌2%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招中来说一下的就是现在朝鲜问题继续发酵 那么重点的股指可能将会迎来机会 我们知道朝鲜和美国的问题在过去几天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市场的焦点 事实上在周二和周三 特朗普已经连续发文抨击朝鲜 虽然当时股市是有所下跌 但是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例行的文字对抗 因此在周三的时候或者说周四的时候 股市和汇市当时下跌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位不怕事的美国总统在周四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再一次发布了更加强硬的声明 警告朝鲜说 现在朝鲜在朝鲜问题上 他在前一天说到的关于火与怒的声明 可能还不够强硬 他就特地再说到 如果朝鲜要袭击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 那么他们将遭到非常严厉的处罚 所以这番话使得金融市场真正开始担心 随之而来的是 也是美国的股市遭遇到了重挫 道琼斯下跌200个点 纳斯达克和标普也纷纷创下了 五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所以说与其之前 大家以为只是嘴上功夫一样 那么现在随着美国总统的语气不断加强 投资者可能猜测未来 在其他方面对于朝鲜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万一发生了和叙利亚一样的事件 就是吃一顿饭40颗导弹打过去 怎么办 那如果我是我的 我是投资者 肯定也会把一部分的资金选择呢 在这个风险 避险产品上 把现在转型的仓位平掉一部分 购买一些呢 不会因为突然有导弹 而出现暴跌的东西 比如说黄金 比如说瑞士法郎 比如说日元 但是呢 与之相反的是呢 那些风险产品 比如说我们说的非美货币 包括像这个石油 铁矿石 澳元 这些都属于风险产品 他们的价格就遭遇了下跌 股指更是首当其冲 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欧美股市下跌 就连之前我们反复推荐的 香港恒生指数和中国A50 也分别遭遇到了大跌 A50和恒生指数 在过去两天时间里面的跌幅呢 是超过了百分之二以上 分别是下错呢 达到四百个点和二百五十个点左右 所以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在短期 这些股指的都处于一个连续下跌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中国资金南下不会改变 同时呢 中国呢 主力推广行业龙头和实业 也使得A50成为长期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呢 是咱们昨天说到的A50走势图 曾经呢 当时是守在了这个价格 大概是一千 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价格 这个底线上 但是仅仅过去了24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图 现在呢 A50就是正式的跌破了这根关键的四小时支撑线 那么现在跌破之后 下一个支撑线呢 大约呢 就是在过去的低点 横过去来看 一万一千一百点左右 也就是说 从现在到下方的支撑 大约有三百点的距离 三百点的距离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投资者可能可以 二次进场 或者说之前错过机会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但是我们有个原则呢 叫做买涨不买跌 随着现在的下跌还没有停止 我们不知道它有可能会跌多少 可能跌一百个点 也有可能跌五百个点 在这个情况没有完全明晰之前 我们不移进场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等待 等待到A50重新反弹 并且呢 突破了一个关键性指标 或者是阻力位之后 再考虑进场 但是我再说一遍 A50和香港恒正指数 长期看差不变 那么最后呢 今天晚上十点半 美国同样也会发布一个重磅的数据 也就是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 这个数据的强弱将直接会影响到下一次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表 所以呢 今天晚上这个数据呢 如果不出大差的话呢 影响不大 万一有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情况 对于美元及非美货币将会有强大的影响 好 那么在今晚澳洲时间十点半 中国时间晚上八点半 大家敬请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演评 我们下周一再见